假設是運送化學品 但是說 但是是因為是客戶的關係嗎 而不是因為是火彈或火的關係 所以造成假設有污染的話 所以這個位置有污染 但是如果是對於 就實際的actual carrier 而言的話 那是不是說 因為我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master 去跟那個 actual carrier 去定餐的 對不對 但是他actual carrier 應該不會對你的吧 那是不是會變成說 你是應該對那actual carrier 要負責 然後所以 這個會啟動那個好險 但是其實像這種傾向 像我們一般 就CY to CY 的話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客人 他把一個貨裝好了給你 然後他說的東西是化學品好 然後你也 按照他的這些 iVDigicode的申報 然後提供給傳言公司 假說長榮好了 然後現在呢 沒想要卸到 這個貨卸到 物特丹的時候發現 欸 裡頭的東西漏出來了 這時候長榮就會說 因為你的貨漏出來 所以我要跟你收這些 換貴費 然後重整這些費用 那這個時候 你一定也是去跟你的客人收啊 對 沒錯 但是問題是客人老的啦 那是不是長榮就會找你 如果是這種情形下的話 對啦 長榮一定會找你嗎 那你去跟客人說 你收不來的話 那這就要公司的壞帳 對不對 我現在重點是說公司的壞帳 而是說 那難道這個保險沒有辦法激動嗎 如果說是像這種情形下 我們能夠做的是說 今天假如說 發生這事情 我們先去做一個現場的調查 了解說到底事情的原因為何 到底是屬於我們這個櫃子裡頭的滲漏 造成呢 其他的這些相關的一些孫子 甚至說今天這個CY櫃露出來 然後裡頭的影響到其他的櫃子 那這個影響到其他櫃子的部分 其實 其實這部分呢 我是覺得有很多可以討論的部分 其實沒有我們剛剛講那麼單純 所以這個要用具體的案例來做一個 因為他有很多其他的面向 假如說我今天露出來的東西 我還污染了其他人 假如說長榮其他的重櫃 那這個時候 其他人要來求償的時候 這個會有一個 當然有可能會 還是可以啟動到這張寶丹 對 還是有空間 所以我覺得 重點是說 要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收到通知 我們就去做調查 才知道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 傳統的Fair Forward 可能會想說 好像不干我的事情 反正所有的風險 都是傳統公司的風險 但是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你就會失去了那個 在第一時間 知道這件事情 是怎麼發生的一個良機 到時候傳統公司叫你付錢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錢 也不知道說 這樣子的錢是不是合理 而且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正 是我裝的這個櫃子的錯呢 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 這是傳統公司說什麼就是什麼 這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的建議是說 剛剛Kelly講到說 這樣子的案件 我們第一時間先去做調查 調查以後 然後再來決定說 後續的人 處理一個結果 再來講一個案例 今天這個是一個未提領貨 這個C物流公司 幫Z公司 運送十個貨櫃到巴基斯坦 收貨的人已經破產 已經 然後所以就沒有領貨 貨物在 以及貨櫃在當地 近一年都沒有人力 然後這個Storage cost 有美金六萬塊錢 然後這個時候建議 貨到當地無人提禮 應以書面通知出貨的人 就是Shipper 要求他指示 如果Shipper不為指示的話 就要透過當地代理 然後看看怎麼樣處理這條貨 其實這個在貨櫃運送上來講 天天都在發生 天天都在發生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的貨櫃 常常會用我們的貨櫃 當作是他自己儲存的一個空間 所以呢 今天即使 船公司給的free time 大部分給 可能我給 給十天二十天 但是客人常常有 一放就放了一兩個月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很多同仁會想說 啊反正那個 他 客人這個Storage 他願意付啊 那我說我就不要吹他 但是大家千萬千萬要記得 要固定的去做追蹤 我曾經有一個案子 到了杜拜之後 裡頭放的是一個櫃子 四十尺櫃 裡頭全部都是電腦產品 到當地 他們杜拜的規定是 三個月如果沒有人來 提領的時候 海關就可以來處理這條貨 這個貨 這個一個櫃子的computer 在三個月零一天的時候 海關就去把它拍賣掉了 三個月又零一天 等到三個月又零二天的時候 客人就跟我們客戶講說 我們決定這個杜拜的客戶是個爛咖 你幫我退運到台灣買 這個時候已經沒有貨了 已經沒有貨了 為了這個事情我們還去打官司 那客人就說 你怎麼當時海關要處理這條貨的時候 都沒有通知我 怎麼都沒有通知我 但是到杜拜 大家知道 常常拿的是船公司的直發單 所以呢 船公司直發單上面 就直接寫著貨主誰誰誰 然後根本沒有寫Franc Holder的名字 所以客戶 我客戶當然也沒收到通知 然後這件事情就發生了 然後貨也被拍賣掉了 然後最後經過了我們 冗長的訴訟三年還是三四年的訴訟 三四年的訴訟 從第一層法院達到第二層法院 法院是說 我們今天已經進到我們應進的注意義務 所以不用負責 但是你想想看 這個中間花了多少的時間 跟訴訟的一個成本 所以這個部分要非常的注意 我們今天其實 其實現在在船公司的網站 都非常的好用 不管是貴公司的網站也好 看到也有貨櫃追蹤器 那像是Mask啊 或者是萬海啊 陽明啊這些NYK啊 他們都有所謂的貨櫃追蹤系統 大家其實 你們就算是直發單 你們也可以透過貨櫃追蹤系統 來看說 這個貨現在的一個所在位置 現在的一個所在位置 了解說這個貨到當地 到底有沒有人提議 因為不是說今天貨到當地 我們就可以放在那邊天長地久 因為貨是 貨櫃是要拿來賺錢的 所以船公司當然他們也會做追蹤 但是我們今天作為Fight Forward人 我們也必須要幫客人去追蹤這個貨 到底提領了沒有 然後到底現在的一個運出狀況是怎樣 透過現在科技的一個安排 其實會比較有效的能夠掌控 然後半天六就是我剛剛講到完成運送的 一個P物流公司 承來一票貨 從高雄出孔津漢堡到捷克布拉克 後來貨底漢堡以後 這個當地代理R物流公司就破產關門 大家一定會說 其實你怎麼每天都遇到這種破產關門 因為你知道嗎 不景氣啊 那不景氣連船公司配偶選都會倒掉 所以你說什麼事都會發生 所以像是遇到這種代理倒掉了怎麼辦呢 然後我們最後透過當地的correspondent 找到新的代理完成運送 然後這個內陸的運送費用是提提的 然後這個事情圓滿的弱物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那我們就進行到我們的理陪處理程序 我們要講到的主要幾項 第一個通知的期限 第二個什麼貨物保險 跟我們責任保險的區別 第三個是資料跟文件的收集 第四個責任評估 第五個賠償追索 第六個追索 第七個防止損失 第八個重點備忘 那通知的期限任何可能引致 對協會保險的一個縮長 然後立即我們希望是立即 立即通知TT Club 然後最晚最晚不能夠超過三個月的一個通知期限 如果超過三個月 那我們很有可能 事情發生的時候 比如說水師 這個水都已經不見了 不過今天這個cargo shortage 比如說東西已經都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都已經誤換心儀 人事全非 那什麼都調查不到 所以就會影響到這個案件的cargo UFO 然後已經 這個要超過 大家判斷一下 大約要超過支付 大約超過支付 來 貨物保險 我們現在講到說貨物保險 那很多的同仁會想說 貨物保險跟我們現在買的這張保單 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我們今天買的這張保險 是一個fair forward的一個責任保險 那責任保險 簡言之就是有責任的時候 在法律上契約上 你們有責任的時候 才會有賠償 有責任的時候才會有賠償 那沒責任的時候就沒有賠償 比如說天災不可抗力啊這些 那貨物保險是今天 只要這個貨物 買的這個貨物有壞就有賠 貨物只要有壞就有賠 那貨物保險公司呢 他基本上呢 他收到貨主通知之後 然後他賠償給貨主 他再透過這個契約的關係 跟物流公司 然後以及跟船公司 或貨櫃廠來做一個追查 那很多的同仁會在想 今天我們的客人會說 我不想要花我的錢啊 如果今天一個案件我報出險 我跟我的富邦產險說出險的話 可能會增加我的保費啊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就要跟你的客人講說 很重要 今天一個案件發生 假如說100塊錢這杯子 運送不中壞了 100塊錢的杯子 保險公司 富邦產物賠給你是110塊錢 他們保的是貨價的110% 110% 所以你可以從你的保險公司 貨物保險公司拿到110%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 是我走空運的話 我要看他重量多少 我按照他重量來做一個責任限制 或者是今天走海運的話 我也可以按照他的件數 或重量來做一個責任限制 那你很有可能 100塊錢的杯子 你可能只拿到3塊錢 那請問一下你要是貨主 你願意拿110塊錢 你還是要拿3塊錢 那當然就 我們站在客人的角度來講 他拿錢拿到越多 他拿到全額的賠償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們要最好是要建議我們的客人 所有的貨物都要去買貨物保險 尤其是一些高貴的 或說比較高單價的貨品 一定要去買貨物保險 不然一旦發生 一旦有事故發生的時候 客人很有可能因為 沒有人去承擔他的損失啊 他就直接扣你的運費啊 或者是說 就威脅不予貴公司往來啊 用很多業務面的東西啊 然後讓你們生活得很痛苦啊 那這些都會造成我們 業務上面的困擾 它會造成業務上面困擾 那我們在法務方面的話 其實我們能夠做的 今天如果說 我法律上我確實 100塊錢的杯子 我只需要賠他3塊錢 我就只能夠用3塊錢賠他 我沒有辦法 那多的97塊錢是誰要出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建議客人 你所有的貨物 特別是空運的貨物 甚至說像RIFFER 這些比較貴重的貨物 都要有貨物保險 以承擔他的相關的孫遲 因為台灣的客人很習慣的一點是 他希望用他的承包商 不要說是這些本土的 這些做什麼五金材料的啊 甚至這種電腦公司 比如像是ASUS啊 這些的這種知名電腦公司 他們也很喜歡用他的承包商 來做一個風險承擔 只要一有案件發生 我們說 那你們就用你們公司出險嘛 你就賠我這個貨價啊 我貨價多少錢 你就按這個貨價賠給我 很抱歉 要看你們之間的契約 還有你提單背面條款 你今天是空運呢 空運貨呢 還是海運貨 都有相關的一些責任限制條款 並不是他講的說 今天就可以用我們的責任保險保單 我可以用責任保險保單賠他 如果我們有責任沒有問題 但是賠的絕對不會像貨物保險這麼多 貨物保險是賠的貨價的110% 各位記得 110% 所以呢 站在客人的角度來講 站在貨主角度來講 最好的安排就是用貨物保險 貨物保險 而且貨物保險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今天如果客人他買了貨物保險 他錢他從他的保險公司那邊拿到了110塊錢 他就不會再來吵你啊 他就不會再來威脅你說 我告訴你喔 我還有多少ture的櫃子喔 以後你們都別想喔 這樣之後 他反正錢都已經拿到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就能夠比較安心 也會睡得比較好 那如果貨物保險公司賠給貨主了以後 他還是會來找我們求助 是 但是這樣的時候呢 有個好處就是 我們跟貨物保險公司其實大家都知道 今天有關的相關的法令規定是怎麼樣 但是你的客人不知道啊 你的客人會用很多業務的力量去模擬啊 所以你其實你在面對客人的時候 明明這個按照法律規定你只要賠3塊錢 但他就是要你付出100塊錢的時候 你怎麼辦啊 甚至他有很多其他不是貨物的損失 比如說什麼傷愈啊 什麼精神賠償之類的 那這種情形你怎麼辦 你怎麼面對 你又不好跟你的客人說不 但是如果說 今天貨物保險公司 賠了以後 按照保險法530條 或者是說 按照這個權力展望 他拿到代位求償 他會跟你求償 沒有問題啊 你面對他你沒有壓力 你面對他沒有壓力 但是你面對你客戶 壓力很大啊 你如果一天不陪他 他每天打電話給你 然後每天可能9點鐘就到你 你辦公室說 你什麼時候要賠我錢啊 你什麼時候要賠我錢啊 照三餐打 那你這樣子 你會不會心生畏懼啊 所以這個傾向 我們其實面對客戶 希望大家都能夠勸客戶 都要有一個貨物保險的安排 因為貨物保險 才能夠真正保障他實際的需要 因為責任保險不能夠賠到 他所希望的那個數字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 責任保險不可能是貨物保險 他不可能是賠到貨價的百分之一百億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我們希望生活的貨物保險 你提到這個貨物保險的問題 但是你也提到我們這個責任的問題 但是我一直在想就是說 這兩筆電要怎麼去全 當然我們也會一直就是說去Push 你自己去買你的貨物保險 但是也有這種貨物保險 但是也有這種貨物保險 他就說我就是不要 然後呢 然後再跟你這個 簽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合約裡面啊 所謂運送合約裡面 他就是還是要求你說 還是要按照貨價去賠償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是 我們之前的做法啦 我們就是跟我們那個 就是類似你們這樣position的人 我們就想說 欸那因為貨主要的人要求 對於貨價賠償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們就這部分的話 還是獲得一個rate給我們 嗯 那我一直在想是說 當然這個rate 這個獲得這個來賠償 裡面當然不能夠 就是 剛才你講的嘛 貨物保險都是百分之百億嘛 那但是 回到這裡的話 那我請問有獲得 然後就是賠償的話 假如有獲損 那獲獎的話 就按照貨價賠償 是百分之百嗎 是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的話 就是說 欸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獲得給我們的rate 跟這個所謂貨物保險裡面的rate 到底是哪個會比較便宜 我可以講實話嗎 因為我自己不做核保方面啦 但是呢 就我的理解跟觀察啦 其實貨主 或說 甚至說 我知道你們有 cargo insurance broker的執照啊 你們也有幫客人去安排 chartist的保險嗎 對不對 你們可以幫客人 如果有需要保險的時候 你可以去幫他買保險 對啊 但是當然是 但是那是在大陸 對 當然是 用貨物保險比較便宜啊 當然是 這樣子比較便宜啊 嘿 就是說今天 你們如果幫客人去買一張 貨物保險的 這個保費 遠比 應該 應該都還是比跟我們說 喔今天我這個客人 有一個special contract 我必須要把它提升 只要遇到這個客人 假如說 IBM 只要在IBM的貨 就按照貨價賠償 那你這個部分 保險公司就會要求要有一個 additional premium嗎 就是 那這個additional premium 應該都會超過貨物保險的費用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用去 等於說是 請貨主去買貨物保險的話 是比較便宜的 嗯 但是他如果還是質疑不肯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是說 欸 我幫 我可不可以 就是說一億年名義去買這個貨物保險 但是那個printer是我付的 然後算到運費了 算到運費了 對阿 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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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通常是這樣做阿 因為其實 你希望 如果你一直希望說 你所有的風險 都要由我Timerco來承擔的話 那我當然就要想辦法幫你 我們其實做為這個logistic provider 我們就是幫客人去找solution阿 那其實保險 貨物保險也是一種solution阿 對不對 對 那你只是 你叫我去幫你找solution 我也幫你找到solution 所以我就把它攤在你的運費裡頭 那你願意 對阿 那就是還是要得到貨屬的同義付 不用你名義去買 對 但是printer是我付 對對對 對 因為他有牽涉到保險利益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為什麼要貨屬化你的名義去買 對 因為就是保險利益在保險法 就一定是這樣 沒有保險利益 就不能去買那個保險 那事實上Pager應該 TT卡爾是現在有提供這樣子的卡龍 是針對貨物的 然後這部分你可以再跟Pager一看 它的好處是 如果你是跟TT卡爾同時買這樣子的 就是如果你有破物處要買保險的話 你透過呢 其實你們是在網上去直接去做 轉移之後 台灣也去做 對 對 那台灣 亞洲現在是 亞洲是去年還是去年才開始做 台灣目前為止是沒有開始 那 美國跟歐洲都做得很沉重 也好 因為美國那一塊做就經常渴 那它的好處是 如果是透過TT卡爾去買那個波物保險的話 他不會這樣做 對 他不會這樣做 待會求償 他就直接那個寶贈子 那個賠償貨物處就出去了 嗯 他不會再跟我們的尼文庫去做追查 然後 變成那個尼文庫身上 就有一個Loteration在上面 Loteration在上面 對 真的要 那你不會再跟那個 跟跟太太去做一個基本的 對 因為 客人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嗎 那我們其實知道說 有的時候 客人希望把所有的風險 都轉嫁到 到承包商的身上 那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 羊毛永遠是出在羊身上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這種形象我們也可以幫他去 透過 透過你們的一個內部安排 幫他找到合適的一個方案 不管是透過TT這邊的保險也好 TT的一個Cargo Insurance 或者是由你們這邊 然後幫他再買一個 就是 那個 那個 貨物保險 這都是一個 可行的方法 就你所在台灣的規定市裡面 然後 有 像 這個方式 然後去提供 就是去賣這個貨物保險 這個是 合法 沒錯 所以 基本上 這是屬於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 灰色地帶 因為呢 這個很老實的講 這是屬於灰色地帶 因為 今天 大部分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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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規定都說 你要有一個 執照 才能夠去賣 像這個 但是 其實 你們 到底你們是去賣 還是去介紹 其實那是 就是一個 灰色地帶 但是因為客人 有這樣子一個要求 這方面 我們查過相關的法令 就是 基本上我們的法令規定 沒有規定 被保證 就是 消費者 他們有規定 消費者 習慣跟生產 他們有規定 可是 如果你是一個 外保險的人 那就是說 銷售這樣不單人 他就必須要提出 自己的 公共認可 註冊 所以都是賣的話 不行 可是 反應的話 基本上 是 他們 沒有規定 那 一般來說 不是說 介紹 或銷售 做這樣子 介紹 什麼的話 通常都比較建議 因為台灣有些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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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m 選擇 規定 規定 洪廢 容 規定 可 銷售 規定 愛 וב� 管 報名 超 葫